在一家小饭馆里,其他人都在好好吃饭,可这四名男子居然趴在了桌子上,无论附近出现什么声音,他们都是无动于衷,这到底怎么回事?难道这是一家黑店吗? 事发当天,大概是早上七点左右,有四位年轻人到这家早餐店里吃早饭,几个人到店里还比较精神,一起点了面条之后,便回到餐桌前等待自己的面上来,过程中也并未发现什么异常,等到点的面也就开始吃,但奇怪的是,他们越吃就越来越没精神,上眼皮只跟下眼皮打架,眼看下一秒就要闭上眼睛了。 而看到这里的老板也没多关注,结果过了一会儿之后,这几个年轻人面都还没吃完,就齐齐趴在餐桌上,直接睡了过去。 起初老板还叫了几声,因为自己毕竟是开门做生意的,几个人就这么趴在店里的桌子上,实在是有些不好解释。 而老板一开始也胡思乱想,还以为是自己店里的面出了问题,把这几个客人的肚子给吃坏了。 真要这样的话,那自己这个店的名声可就要毁掉了。 事后,老板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也说过,老顾客都了解他的为人,看到这一幕倒是没啥,但如果让新的客人看到这一幕,真的有可能会多想,觉得这是一家黑店,不敢来吃饭了。 而事发当时,在见到年轻人趴在桌子上之后,老板一度害怕的不行,甚至还有了报警的念头。 不过老板保险起见,还是决定先上前检查一下几个人到底是怎么样了,他也担心几个人真的会出现什么问题,如果生了病,还是要抓紧送医。 然而搞笑的是,老板走上前去一番查看之后,发现这几个年轻人居然只是睡着了,压根就什么问题都没有。 老板这才放下了心,而且善良的他也没有立即叫醒这几个人,而是任由他们在自己的店里睡了下去,时间长达两个小时。 虽然也会考虑到这会影响到自己店里的生意,但老板更担心年轻人休息得不好,因为这几个年轻人前一晚一定是熬夜通宵了,如果不是困得不行,绝对不会如此大胆地在店里就沉沉地睡下去。 当这个视频曝光之后,很多网友们也是觉得搞笑又温馨。 笑的是生怕这是一家黑店,感到温暖的则是老板在意识到年轻人是在睡觉之后并没有驱赶走几人,反而是毫不介怀地让他们一直在睡。 其实对于老板来说,他的店里还发生过许多有趣的事情。 之前有一位大哥,晚上11点了才来到店里吃饭,而且吃完面又干做了两个小时,期间神情十分落寞, 像是有什么心事。 而老板一样没有把人赶走,他猜到对方一定是生活压力过大,这是借助难得的空闲时间让自己放松一下的。 值得一提的是,这些视频曝光后,很多网友表示,自己去过这家店吃面,而且纷纷夸赞老板做的味道很棒,料也足,人又暖心,消费体验极好。 不得不说,这位老板的确是一个善良的人,也难怪他的生意会做得这么好,祝福他好人一生平安。 而接下来要说的这个故事,是一位做好事的小哥,而且他的做法真可以说是怒见不平一声吼了。 如果要问大家一个问题,买东西的时候,最恨的是什么?相信大家一定会脱口而出,当然是插队这种恶心的事情了。 不过,生活中总有一些不讲理的人,会做出一些让人无法容忍的事情。 那么,当乖乖排队的顾客,遭遇没礼貌的插队者时,我们该怎么办呢? 前不久,一位网红小哥David,在排队消费时,就遇到了蛮横妹子插队,甚至还对他恕中止的事情。 这位忍无可忍的小哥,随即就决定给对方一个教训。 从网络上曝光的视频来看,故事是发生在某一天的晚上,David和好朋友正一起开车去快餐店吃饭。 排队的时候,眼看就要轮到自己点单的两个人,突然被两位年轻的黑衣妹子插队了。 意识这一点之后,David显然被两个妹子的夸张行为惊到了,立刻就难以置信地问道,请问你们是插队吗? 妹子显然一眼认出了David,然而即便如此,在面对她的质问时,仍旧面露不屑地回答道,我插队,有本事叫警察来逮我呀。 这话真是不可理喻了,被人直接呛了的David,当然咽不下这口气。 他直接了当地告诉两个妹子,你们插队了,我都清清楚楚地拍下来了。 结果意外的是,非但没有劝阻对方,反而更激怒了两个插队的妹子,一个大骂David是疯子,一个则对着他竖起了中指。 而正是这个他们蛮横无理的举动,让David决定用自己的方式,好好地告诫他们一下。 于是,在轮到David点餐的时候,他毫无人性地对着点餐小哥大声地说道,我要帮排在我后面的所有人买单。 做完这件事,他又指着其中一个插队的妹子说道,因为我要教会他们插队的坏处。 如果他们好好排队,他这顿本来也可以免费的。 随后,David询问着身边的人今天学到了什么? 那些意外成为幸运儿的顾客惊喜地回答道,当然是不要插队。 这句话一说出来,餐厅里的顾客们立刻陷入了狂欢状态,而一旁正准备看David笑话的两个妹子立刻被狠狠打脸。 最后,David没有食言,他帮排在后面的人截了账。 每个人听到有人要帮自己买单时,都露出了不可思议的表情,人们纷纷和David的机长握手, 除了表达免费晚餐的感谢,还对他告诫插队者的方式表达了支持。 整间餐厅就像在庆祝节日一样的欢快,人们脸上洋溢着成为幸运儿后的笑容。 此外,在视频中有一位不明情况的黑人小哥,还特地跑来问David为什么要突然请客吃饭。 听完David的回答后,黑人小哥露出敬佩的眼神连说了好几句令人尊敬。 David通过这样的方式,让在场的所有人都从中学到了一件事,那就是不能插队。 视频的最后,当David正准备开车离开时又见到了两名女子。 此时,他们心虚地辩解着,似乎害怕David公布他们的丑态。 但如大家所见,David还是好心地帮他们打上了马赛克, 希望通过这个小小的教训,让两个妹子学会懂得尊重别人,不要再插队了。 而小哥David超正向的炫富方式,让网友纷纷称道, 大家都为David超棒的处理方式点了赞,说他气死了插队者,真的解气。 还有网友表示,这个故事告诉我们,有钱可以为所欲为, 做好事能教育人,更能得到尊重,就喜欢土豪这样三观正的有钱人性。 的确,插队从来都不是一件能让人自豪的事情, 所以这位小哥的做法,很容易就引起了大家的共鸣。 希望那些插队的人,能以以为戒,约束好自己的行为,尊重每一个排队的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